南岛政府最近幾年來這支推動卡丘運動 在官來辦理5項卡丘的庫庭 不然也開始在市区做提供 在北國中的部分已經是在南主卡丘跟南主卡丘 也有卡丘社團 為了就是要讓市区的小朋友也介意這項運動 背後南岛卡丘的認識 為了要讓卡丘運動在南岛越來越破計劃 南岛政府跟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台下協助 在官來故鄉頂期推動卡丘運動 不然在我們島式亞白國中也生日後卡丘隊 邀請專業的教練設計訓練的確定 我還沒來到這個學校之前 它是沒有足球社團也沒有校隊 剛開始我們是希望他們快樂的玩球 因為畢竟孩子們從來沒有接觸過足球 我們希望先從體驗的方式 讓每個孩子去理解足球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到最後他去了解比賽的意義 那其實學校本身是發展品德跟雙語 那足球本來就是接軌國際的 所以這也是我們推動的主要原因 我覺得不錯 因為蠻感謝學校有這種 給我們這種場地的 然後教練也是沒有用心的在教我們 然後每天放學之後 教練也會留多餘的時間給我們下來練習 如今雅白國中有分為我們主要入主的腳球隊 也有腳球社團 這都是希望學生可以透過踏腳球的過程中 學生就團隊學組的進行 很好玩 因為知道英北國中有足球隊 所以就 又有興趣所以就轉來 印象最深刻的是 去打友誼賽的時候 交到新朋友 就是因為我小時候就有踢過足球 然後上了國中之後 發現這個英北國中有足球社 上社團課很開心 早上都在上課 然後就是非常期待下午的社團課這樣子 卡丘在全世界是非常受歡迎的運動 希望接到這項卡丘帶給各位 讓牙白國中的學生對卡丘三心幸福 也可以為這個當中背後我們導管卡丘的人材 現在全部要訪問的